罗古市镇带头开路 要大多区上百位学生送上祝福 直接每位同学汗流浃背 背上还别着路跑的号码牌 原来大家一早已经完成6公里的路跑挑战 将在家长见证之下 完成接下来最重要的成年礼仪式 为孩子们加上整齐清洁的服装 希望孩子们同时收拾起爱稳的心 用心创意的学习 我们地方有黄熙书院 古文昌帝君的加持 然后我们地方也有成功礼 也有永顺礼 所以我们从黄熙书院一直跑 跑上成功礼 以成功礼为终点 那就是希望他在往后的人生 成年礼加冠之后 往后的人生能够迈向健康成功的之路 市长胡志强一早以前来主持加冠典礼 并且在文昌帝君面前 为学生祈求保佑 而主板党也遵循鼓励 准备了红色的状元帽 在戴上帽子的同时 也象征学生已经长大成人 必须要在往后日子独立思考 为自己言行举止 学会负责 我觉得成年真是一件好事情 成年以后你要练习 自己决定辅寻 自己面对后果 要自己有主张 大人的嘛 为了提醒学生不负养育之恩 公属也安排父母亲就座 由子女向长辈奉茶 象征饮水思源 希望借由这天 节奥传统和运动的成年力 可以让在场学生 练就一身动静皆宜的能力 为往后日子跨出新的一步 记者我们家红投资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高兰讯较